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前翻开经本第七页,从后边数第三行,后边第三行开始。 找出以后,我先把经文念一小段。 流离响,慈响成疑,见流离地,内外应彻。 方太念的这一段,是第二个,十六关之中第二关,就是关乡这个水。 在这个之前呢,第一关是关落日。 在上一会讲落日的时候,那么已经讲完了,但是呢,还有两点意思,还要补充一下。 那么上一会把都讲完了以后呢,祖师的注解提出,叫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关那个落日的时候啊,那么把这个,能够把这个太阳,快要落下去那个太阳,从心里想出来。 想出来的时候,你能够看得见这个,我们本来是想得要看见太阳啊,你所见的就是太阳,那么这就是正确的。 所以,假如说所见的,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关这个落日的时候啊,在我们所出现的不是落日,不是太阳,是出现别的现象。 啊,其他的现象啊,其他的现象很多呢,凡是,不是我们所希望,关键这个太阳的话,其他任何的现象出现呢,都不是正确的。 那个童童啊,那个童童啊,都说是,就是,邪惯,邪就是不正理。 这一点呢,祖师也要我们了解,为什么呢? 我们心,与这个,所观的这个经不相符合,也就是不相应。 凡是不相应的话,这个就不正确。 那么再有一点要了解 那么我们观出来这个乐日啊 那个闭着眼睛可以看得见 就是睁开了眼睛也看得见 太阳看着观成功了 那么这个观成功了 要知道啊 这个太阳不是外面的 而是我们这个内心自己显露出来的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研究伪式学就知道 伪式学所讲的万法伪实 宇宙万有 一切的法 都是我们自己实里面显现出来的 那么我们观 比如说观这个乐日 乐日先把 那个太阳啊 做一个 做一个对象 借那一个 对象来引发我们内在的 心里所具有的这个太阳 把心里的这个影像引发出来 这个古人说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这个摄影呢 就照相啊 照相外面你照这个风景也好 照人物也好 那么你照下来了 照下来这个 那个洗啊 冲洗出来的那个相片呢 那个相片 于外面那个山水人物 那个相片是外面山水人物呢 还是从哪来的 还是自己那个照相机里面 那个底片里面呢 底片里面显出来的 做这个比喻啊 那么了解这个比喻 我们可以知道万法为师的道理 那么了解这个道理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用功夫的时候 观想当然是要 这个心里很很近啊 有了定功啊 才能够观得出来啊 不但这个观想 就是持命念佛 其他一切的这个法门 都是要入那个入定的 入定功 然后才有成就的 那么这个太阳 能够把太阳观成啊 就证明修的人 他的定功啊 已经相当相当好了 有了这种定功 就拿我们这个 持命念佛来讲 果然有这种定力的时候啊 到临命中了的时候啊 请一句佛号 往生到基督世界 毫无问题的 往生是什么往生呢 就是我们的第八师 往生啊 普通人所讲的 那个是灵魂呢 就是灵魂往生啊 那么到我们有了定功的时候啊 到说明终了 第八师啊 自己能够做主 不会乱跑的 没有这种定功呢 第八师不能做主 不是 即使没有定力了 那就有业力 有业力啊 我们平时造的 善业恶业的 业的力量 前到第八师 到哪一道 该到哪一道 就到哪一道 那是普通凡夫 他没有定义的 我们念佛的人 有了愿力 有了定力 这个时候啊 就能够保险了 一定能够往生 所以呢 在上回讲观日的 我们也要了解这一点 其实有那种功夫 将来往生是一定没有问题 这个十六观的这个十六种观想的方法 都每一种观都有一个对象 也就是所无观的一种境界 哪一种境界做观想的一个一个对象呢 那么第一观观太阳 第二观观水 这个都是有一丁的次序的 比如说第一观观太阳啊 太阳是向西方落啊 那就是极乐世界在西边啊 这就首先让我们知道 用这个功夫啊 这就包含自己的愿力在内啊 就是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因此在作观呢 首先要把这个方位要定住 这个 再呢 这个观这个太阳 太阳是一片光明的 借着这个相似的这种 所观的这个境界啊 来让观的人了解 西方极乐世界呢 是一片大光明的 大光明档啊 是一片光明的那种 那种世界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 观太阳的这个 啊 用意 那么这个第二次啊 做这个 观水 观水呀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水 是 水平的 水的它这个 是曲奇是没有高下 水只有一净在那里 它是 平平稳稳的 那么这个用这个 表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整个世界啊 不像我们这个 这个世界啊 我们这个世界 各位想想看 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有高的 有低的 有高山 有河流 有这个海洋 高地不平 为什么有这个 高地不平呢 就这个万发为实来讲 我们凡夫的心 就这样 不平等 你说哪一个 哪一个人心里 是平等的 都是认为自己很高 别人是比不上自己 任何人都 都有这个心理 就是说这个乞丐吧 他的地位很低了 乞丐与乞丐之间 还有比高下的 他是大乞丐 他是小乞丐 还有个人 还有个人自己 还有高下之分 所以这个凡夫的心理啊 总是有高下 不平等的 由于这个心理的不平等啊 反映到这个山河大地 这个山河大地 研究韦士学的人就知道 这是第八世的相分 实际上 这也就是我们心理 显出来的这个假象 因为心理不同啊 不平等啊 所以显现出来的 世界就是不平等 但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啊 那就不是跟我们这一样了 那里的众生心 都是平等的 所以那个世界 没有高山 没有大海 没有高下的这种 不平等的现象 这就是由于他的心啊 在极乐世界 从佛到大菩萨 所有的人 一路有平等的 心里都是平等的 谁都是互相尊重对方 绝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不起我 我看不起你 那不是这样 那么这种平等 表现那个世界的平等啊 就拿这个水 你关这个水 水是非常平等的 这是一个 再呢 有这个水 水那个是一种 是一种这个流离的颜色 极乐世界的整个 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地啊 都是一片流离的那种 那种颜色 讲那个流离的颜色 我们也不了解 拿这个水 显示出来啊 做一个比喻 让我们了解 所以呢 第二观呢 做这个水想 水想的用意 就是由水 然后变成冰 由冰就变成流离地 还有这个次序来的 这个经文里面 说 次做水想 这个次就点到前面 那个观日的讲的 观日是第一观 这是第二观 第二观叫 七次 那么在日观观成功了 七次就做水想 为什么都是水观 为什么都水想呢 十六观呢 用什么观呢 就是用我们能观的心呢 能观的心 心就是能想的心呢 都是用这个自己的心来想象 那么普通法门呢 他不准想象 所谓想象呢 像是我们心里想某一个 一个对象 把这个对象 拿个对象来引起我们自心中的一种 一种这个法 一种任何东西 这是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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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法子 你比如说禅宗也好 其他的这个 韦氏宗 各宗啊 天才宗等等 各宗 他做官就是做官 他是这个 不但不能想象 而且要扫相啊 把所谓的相也扫出啊 不能够安利任何相了 但是 这个 净途中呢 在这个念佛法门 固然说是要 有相要是念念 你持明了 这个 观想法门呢 他就是想象啊 十六观的这个境界都是那 每一观都是哪一个境界做 想的对象啊 这个想就是能想就自己心 就想另外一几乎那个对象来想出自己心里的 一个境界出来 那么这一句啊 都水观 所以叫做水想 也就是说 拿我们的心来想水 水想下面 见水澄清 一令明了五分三亿 第三句话 就是说啊 我们在做水想的时候 也就做水观了 要这个 见到这个水啊 就拿这个 外面的这个水啊 来做一个 引起我们 内心的水 那见到那个 这个水很澄清的 非常清洁的 那个水 那么见到这个水呢 就让自己的心呢 看着这个 这个想的这个水啊 清清楚楚的 就叫做明了 无分在意 就是让我们想 专心一致在那里想 这个念头不要分散 这个念头不分散 就是专心的在那想啊 想的时候啊 想着水就出来了 就发生这个水 水就关城了 那么为什么想想 水就想成功啊 这就要了解 祖师就读解了 让我们了解呀 我们本性之中啊 就有各种这些 这些东西 所以了解这些个 道理之后啊 我们修复的人啊 那就究竟与世间的 繁复不同的 世间繁复啊 就是把自己 真正有的东西 不认识 迷住啊 自己迷住 不了解呀 而向外面追求 那个是假东西 外面什么东西啊 外面钱财 这个地位 包括这个政治地位 那么一切的这些 外的 省外之物啊 都是因缘和合的 这个假象啊 因缘一吃散了 这些假象 统统不存在 所以一般凡夫 不了解 那是个假东西 他还要尽力的 往外面去争取 跟人家争夺 甚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的呀 就争夺那些东西 都冤枉不冤枉的 也非常可悲的事情啊 了解复法呢 那些东西 不必要 不必求那些东西 向自己内心中求啊 内心什么 内心什么东西都有 你只要明了这个道理 按照这个理去求啊 想什么东西 就有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 在这个冷眼经历啊 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了解这个之后 再看这个十六观 无论哪一观呢 我们就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了 这个在冷眼经里面讲 我们这个世间呢 有什么呢 世间众生呢 就了解的 地水活风 地是这个固体的 啊 这个 这个草木 山河大地呢 这都是啊 代表地啊 水 那海洋的 这河流的这些水 这个火啊 这些物质的这个 燃烧起了火 还有流动的这空气 这个风 地水活风 还有虚空的 这是一种 这是就这个自然界来讲的 就我们本 众生本身来讲呢 我们这个身体啊 言而必须身 这个无根 那么 无根之外 还有这个心理的现象 就是石 就八个石 就是地水活风 空 根湿 就叫做七大 这个七大了 为什么叫大呢 这个七种 为什么叫做大呢 就是这种七种啊 无论是地水活风 空不必讲 空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都知道 空有什么边际啊 没有了 地水活风 也是没有边际的 我们的根深 这个根的种子 以及石 石的种子等等 都是片满的这发现啊 无处没有我们这个七大 换句话说 这七种啊 包括这个物质的 精神的 都是片满的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发现 整个发现又在哪里 整个发现就是在我们 众生的心呢 就一阵发现 这个一阵发现 就看我们这个人呢 要是迷惑颠倒的人 这个对于七种 这个七大自己 没有办法来运用它 这个七大都是我们自信中的东西 也都是我们自己本有的 本有的反复中 是迷惑颠倒啊 它不能够运用 可是要懂得 说法的人了解这个 他知道 这个都是在我们自信中的 我们一觉悟了之后啊 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 那个宋朝那个文学家 苏东波啊 他也是学佛的啊 他说这个 这个天地间这些东西啊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了 你怎么取 你要怎么取 也取不尽 用怎么用也用 没有这个完了的时候 这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 它就是根据佛学里面来 我们明了自己的心 一切都有 一切都完全全的具备的 很满满 满满具备的 我们随时怎么运用 就怎么运用 因此了解这个原则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七大都是 我们心中本有的 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 观水 做水想 按照这个 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 我们一想 水就想出来了 对不对 很合乎科学的这个事情啊 这个下面就说 见水成千呢 那么他就是叫我们呢 观水的一种这个方法了 观水一种方法呢 各位看 今天这发这个表 发的这个表啊 这个前面的题目是二 第二是水一观 接着后面呢 就是观水的法子 观水的方法 这个经文里边 讲这个第一句 讲这个 第二句啊 讲见水成千啊 见水成千呢 这个成千就是说 那个水非常清洁的 一点的这个这个 这个杀湿等等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成千的 那么这种水啊 我平常也见过的 你到了个自然界啊 到这个 好山好水地方 那个观光的地方 你去游览的时候 见那个那个水呀 非常好 你曾经见过的 有那种印象 那么现在你 用功来做官 做官你在家里做啊 你没有在 并不是到这个野外 跑这个大湖 或者大海边去做啊 你在家里边 家里边呢 那么各位看这个 观水法子了 这观水法有三个 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取向 取向啊 先要了解做的方法 做的方法 做的方法就打坐了 就跟前面 也观日的那个 做法是一样的 那么你 照了个方法 做下来 这是第一个 再呢 第二条啊 你取碗 你拿一个碗呢 拿一个碗 这个碗当然是一个 大一点碗了 你这个碗里呀 满 撑 清水 这一碗呀 撑着满满的 一碗清水 放在 置在 浸湿地上 就是说你 做 这个 打坐的时候 是一个很安静的 一个房子里面 那么你那一碗水呀 就放在那个 那个安静的 那个 打坐的那个房子里面 放在地上 你就在这个 在那里 坐下来 坐下来呀 另外呢 你在你自己的 这个 凉美之间呢 你脸上 那个凉美之间 这个 用一块 这个白白白的一个一个东西 大概像豆子那么大 啊 或者是一个白点子 点在这个 眉毛之间 啊 那么然后啊 坐在 坐在床上 坐床 这个所谓床 就坐在坐垫上了 啊 那个所谓床啊 床不一定是睡觉 叫床啊 坐居 啊 一切都是叫做床啊 你 坐床上 就坐在你这个 坐垫上 一面领知啊 你用你这个 这个脸 这个照在这个 碗里的水上 你就说把我们的 这个你 你坐在那 你把你自己的脸呢 就对着这个 沉满这个水的 这个碗里面 对着这个水 那么对着水 你眼看什么呢 眼只看这个 你自己呀 在水里照出来的呀 嗯 我们自己当然 看不进自己了 可是在水里 可以照得出来呀 水里照出来 你只看你眉毛之间的 那一个白点子 这是啊 这个 这个取向的一种 方法 这种方法呢 就是叫 呃 呃 做官的人呐 你对着水 要看这个 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的 就是 一令明了 无分散意 就是你这个心呢 集中起来 把这个念头啊 专 专注在这个一点上面 一个这个白点子上面 这个 这个表这个 第二 第二这个要点呢 就是说了 你这样这个 坐下来 这个水 那个碗里的水 安置好了 那么 你就是看 这个把脸 自己的脸 对着这个水来看呢 可是那个水呀 刚刚放下去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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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那里 你另外啊 借着这个 碗里的水 借着碗里的水呀 你另外做 想 想象 另外 想象什么呢 想这个 你把这个碗里的水呀 放大 把这个碗里的水 想象 好像是一个 大的这个 这个 一个 一个水池 好像一个大的湖 那么 大的这个 湖泊 那个大的湖泊 那个水池啊 就像这个碗里的水池 那